干尸 干尸 你可以看到微博上还有大妹子说想成为干尸 我说你别了吧 这个 就 好了 有大妹子ID 哦 还真意到我 没有 该杀了还是杀 我们来写一个武美式的三行情书 三行情书 看啥 生起了尿 你好 吃了吗 再见 别哭别哭不是 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呀 长安城里最矫急的凯月宝马 然后也是在阿隼心中独一无二的情女子 看到她撩妹技能那么好那么多老婆 有什么感觉 爱情片子里长开门 到后面你们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人 拿捏了死死的 阿神大神 YYDS 什么啊 怎么我答对了你还答我 哪有你这样的 嘿 欺负人 什么样 在剧里面自己是什么样的担当 421开始 武力担当 你怎么回事儿了吧 看看 阿神反应好快啊 我是什么担当 你说你这是什么担当吗 我 我 你是 爱情 这次演的是一个草原猛男 然后比以往的角色都要猛 然后所以说也有为这个角色做出一些身体上面的 身体素质上面的强化吧 对 长高行事演的角色最吸引的地方在哪里呢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身上的帅针吧 就是他那种 呃 做事很直接 然后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见自己想见的人 他身上 他身上那种 就是那种直接帅针的那种韧劲特别吸引我 这次的胶囊系列是源自于我和我粉丝的一个梗 叫雷雷姓 然后呢 是就是 就是 做了一个胶囊系列 然后 是就是 就是 就是 粉丝对我有时候的一些感 那些就是对我一些鼓励的话都起在信里面 然后这次跟Mirror course 回作出了这个胶囊系列 哪个性系列 也是希望可以 回馈粉丝 然后呢 大家可以就是通过 哎呦好多人 哎呦 可以通过就是这个系列感受到就是 我对大家的反馈 丈夫这个角色呢 对我来说是比较的陌生 因为以前呢 我都是演谁谁谁的儿子 都是演小孩 然后从未演过像这样子 大丈夫啊 这样子有媳妇儿 无视刀法 学一次两毛钱 学两次四百块钱 很优惠 大丈夫这个人物性格呢 出现是非常的活泼开朗 他就是在关键时候 他会动脑子 讲江湖义